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3月30号 华力简奴无据欺航 星期三凌晨 西月大开快车 其中华力简奴 将座阵主场迎战欺航 华力简奴近期拿到两年胜的佳绩 加上球队主场胜率高达64.29% 今次面对近五轮只赢过一次的欺航 不妨体号华力简奴再下一成 华力简奴近两轮联赛 拿到连胜佳绩 当中每场都能够攻入三个球 目前在小踢一轮的情况下 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邦弗拉甸拿两分 暂时来港所处位置上算理想 华力简奴近四轮联赛 总共攻入八个球 而且分别是由伊斯等八位球员所斩获 球队攻击点众多 可以说令人防不升防 值得一提的是 华力简奴联赛至今14个主场 赢了九场这么多 长军攻入1.57个球 是西月主场第三火力 今次面对近方平庸的欺航 华力简奴值得看高一线 另一边相 虽然西航今季整体表现 更胜华力简奴一筹 球队目前打完31轮有53分排名第五 不过假如他们金将输球的话 排名分分钟会被华力简奴超越 西航的攻势 绝大部分集中在组织域身上 球队近17轮联赛 除了这名前锋外 居然只有4名球员有入过波 只要遇上防守型球队 就容易被针对 尽管组织域不负众望 目前以20个波领跑西越射手榜 不过球队目前积分 就以8分之差落后于榜首球队 争取直接升班资格似乎已经无望 何况西航近五轮联赛 总共只赢过一场 曾胜心明显不够华力简奴 西航今次出征实在不宜高估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好棒